现在我对这个养猪 这个母猪生小猪要怎么样配种 这基本上我都可以 但是他以前却是一个一事无成 而且厌上毒瘾的青年人 常常会跟朋友吵架 吸毒的那种痛苦我已经过够了 偶然知道泰北青莱这里 有间福音界读所 他决定试下 自小爸爸对田育凡激望好高 起床之后把牛马放到田径 赶着去读中文 4号早餐之后 就赶快地去读泰文 英文泰文之后回来 又赶快把牛和马赶回家里面 有时候王范也不能吃 到10多岁 我就跟爸爸说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再不干活 他跑下来打我一拳 记得有一次我在早上 我爸爸不说什么 就上来用铲刀追砍我了 未够14岁 田育凡就离家出走楼囊 然后就接触到一些 买卖毒品生意的那些朋友们 那个晚上我爸爸就跟我又开始吵架了 他打我 他要用枪打我 我妈妈就开始又哭了 又哭的时候他又昏过去了 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想 只要我妈妈还能够活过来的话 他对我要求什么我都要做 两个钟头之后我妈妈开始醒过来了 我抱着我妈妈就哭 我妈妈就是第一句话就说 孩子你去戒毒啊 我一口就打印说明天我就去 当时我爸爸妈妈是 要求我去读书啊 要求我读书要读得很高 那时候我们喜欢打篮球 那我们的几个朋友就以为 打篮球是要吸一些安非他命 帮助你这个激发力更强 沉寂的时候就变得不上学 迟到早退 在学校打架 有一段时间我很灰心很失望 很想自杀 我活着嘛 就是丢爸爸妈妈的面子 妈妈说 儿子你再给妈妈一次机会 那就你愿不愿意去戒毒 黄老伟田玉凡和司提凡 都分别来到新生命福音戒毒中心 我那么脏那么臭 他们都愿意来替我按摩 然后来安慰我 我进到戒毒所的时候 头发好惨 那就好像几个月没有洗澡的样子 我进到戒毒所去 有一个弟兄我觉得他很干净的 他跑过来就握着我的手 那我进到里面 进到房子以后 他们就给我抱住 跟我问安 跟我做见证 十五天我没有吃饭 我只有呕吐啊 拉肚子啦 就是呕出来都是血 我想起我爸爸 更是那种心中的丑恨 无法解决 我就开始跟神祷告啊 我说神啊 今天晚上你 医治我的疾病 你真的让我能够安心的入睡 你医治我这个痛苦的话 我愿意接受你 第二天开始我觉得我自己不痛了 刚好那个短信队老师就来讲道 我觉得我是个罪人 耶稣那个死就是为我 那个时候他们就带我们认罪祷告 那一天我就哭 哭得很厉害 那个哭是为自己的罪而哭 那个哭是为了 为了自己要悔改信耶稣而哭 我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完全不认识字 可是现在我可以读圣经 然后也可以教小朋友读圣经 后来我戒读 六个月我回家 刚刚回家的时候 我爸爸也是不接受我 但是我还是一直的 深信神能够帮助我 所以我就还有好的表现 我就在那里分享圣经啦 唱诗敬拜啦 我就说给我爸爸 我送给你一首歌 耶稣爱你 耶稣是你的盼望 耶稣能够救你 我就跟我爸说我爱你 他虽然不在我的面前哭 但是他跑到厕所里面前哭 做完礼拜之后 第二天早上我说 爸爸我吃饭我要祷告的 他开始说 嗯 信耶稣非常的好 如果不是耶稣 我这个儿子没有了 所以我爸爸那个时候 他就说他要信耶稣啊 现在我爸爸对我非常的好 我在学院的时候 我几个礼拜不打电话回家 他都会很挂念我 我第一次回去的时候 毒品还很多的 我朋友说你吸啊 给我吸的 很多 给我 我说我不要这一些 会骂人家这些话 我慢慢一句一句地写下来 后来才不讲 再靠耶稣完全靠祷告 不是靠自己的自由 不是靠自己的意志 我就觉得那时候 我得到真正的自由 得到从神而来的自由 我就觉得有一个火在燃烧 燃烧我的心 要我赶快站起来服侍主 因为过去我在家里面的时候 我上天都不讲一句话 神的话一直提醒我说 既然要做喘道人 都是要讲话的 就开始自己思考说 尽管自己不同地安慰别人 也学习去安慰别人 将福音这个美好的新生命信息 传承到更广大的地区 更年轻的群众当中 是你三位泰国华裔青年的心愿